你還要搶鏡頭啊 你還要搶鏡頭啊 哈囉 大家好 今天呢 我們帶糯米蠶跟Ruci來到了 這個是彰化的田中鎮 那跟大家介紹的這一間呢 它是一間寵物友善的餐廳 它就在我後面 大家有看到這一排嗎 就是這一間餐廳 它叫做小田生活 那當然你只要Google導航小田生活的話 它就會自己帶你來到這邊 那它這邊的話呢 它是沒有什麼交通工具可以做啊 就是你一定要開車來 或是騎車 那它旁邊的話都是稻田 非常的 非常的 這個 市外桃園 蛤 那基爾狗狗他們在進去的時候 一定要用 推車或是用 牽繩 它是一個開放式的空間 然後在它進來這個門口 右手邊呢 就是他們點餐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們有室內需求的話 其實也可以在裡面用餐 但是大部分人來呢 他們都是為了這個 餐廳的特色 就是你可以在外面 就是點了餐點之後在外面用餐 就是野餐的概念啊 非常的 棒 阿昌 這裡是哪裡 然後如果你是選擇在戶外用餐的話呢 它會有這個 這個棚子 這個棚子 它就是讓你在戶外可以幫你遮太陽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在野餐的時候 太陽非常的大 它都可以幫你擋住 我覺得非常的好 你才不會這麼熱 不然 中南部的天氣真的是超熱的 然後它這邊都有提供墊子 然後你可以自己去裡面拿墊子 然後鋪在這個草皮上面 點你要喝的飲料 要吃的餐點 就在這邊野餐 超棒的 然後在我身後啊 有超多那種就是小家庭 爸爸媽媽帶著自己的小朋友 然後來這邊玩 然後或是帶著家裡的老人家 來這邊做做 過一個非常放鬆的時光 我覺得非常 就在那邊 一句風景 有時候就會去到小朋友 要不要來 你們就對了 就對了 這是我的小朋友 你們 啊 好嗎 那 我們 最后我们还是选择坐在室内 因为外面就太对了 那这边的话呢 它低消失一个人是一杯饮料 所以你可以选择点一杯饮料就可以进来坐坐这样子 当然它也有典型的部分 就是像炸物或是蛋糕类 所以这次我们就点了一些炸物 就是炸鸡块跟炸薯条 那在饮料部分呢 我们也点了一个综合水果啤酒 还有一个综夏野莓的气泡水 那味道也都非常的好 而且看起来非常的赏心悦目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